嗨,我是小五 大三那年暑假 我和兄弟们花了两个星期骑车环岛 我们露营过夜,上山下海洋洋来 毕业之后 经历了每个台湾男生变男人的Gap Year 看着兄弟们一个个分道扬镳 哦不,是一个个各分西洞 有的决定开始存人生的一桶金 有的继续求学生造 有的一不小心就当了爸爸 而我,我最好的是当小璇 他计划飞去地球的另一端 去英国打工度假 道别的这一天 道别的这一天 走的不是小璇 是我 我决定离开以前的舒适圈 带着热血环岛的精神 追求不一样的壮游人生 今天我飞去的不是地球的另一端 而是台湾的另一端 在环游世界前 我要先还完自己的国家 谁说walking hard day 一定要出国才能完成 于是他 就成为了我第一张离岛机票的首选 爹 太棒了 太棒了 有沒有人啊 當初我是抱著脫離舒適圈的心態來的 現在我更想把這裡變成我的第二個舒適圈 那客人手上都有這個航班卡 也把它輸入進去 那輸入完之後按確認 來到這裡後真正的考驗才開始 除了工作之外的難題 連再簡單不過的煮飯洗碗 也成為每天必做的練習題 小瑋你來多久了啊? 三個月吧 那你有去哪裡玩嗎? 應該去的地方都去啦 上禮拜才去過芳心石戶的 那個我從小到大陸面以前的地方 終於 終於 終於應該結束你觀光課的生活了吧 蛤? 在台北你也不會每天去觀西門町啊 你應該體驗更深入的生活 有時候我會往著家的方向 想像那年人們下拉班之後都在做什麼 一開始我選擇了一個新的環境 來到這個完全沒有熟人的地方 期待著把未知的環境 變成自己另一個舒適圈 第一次離家生活這麼久 最後我發覺其實人在哪裡 家也就在哪裡 能meg 有 你看到嗎? ip aver 這吃麵啊沒看到? 阿你是不是叫什麼計畫? 我正準備來一場深度旅行啊 chop 講到這個 沒有啦 我上次跟我同事去跳島三天兩夜呀 他們才說我以前都在走馬看花而已耶 哈哈 哇 三個月耶 我這樣真的不行啦 黃爺 雖然我知道這些點心你常常吃 但是是我一定的心意 希望你保佑讓我下一段旅程 能夠順順利利 我決定趁放假的時候 展開一趟又一趟的深度旅行 走入在地人的日常 成為了我的旅行運標 從來沒想過 以前學的乌文 居然在自己的國家派商用場 我真心覺得 認識自己成員的地分 是多麼重要的事 所以我愛搬 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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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度魂情愛聽湯 海度海度 海度 愛聽湯 吳敞邦民哒哲哲言 謝謝謝謝 誰 Weather's mistakes 剛剛我們就說白 generate 發動手5 是被騎單了 好 來來來來 上菜 是我們中國特有的 特有的漁漁 是我今天早上 從安山裡來釣魚的 一米怎麼講 翻杯 翻杯 像個在地人一樣的生活 就是我離開台灣最大的初衷 澎湖對我來說 有時很像異鄉 有時 卻很像自己的家鄉 欸 小五 我之前去歐洲旅行的地方叫做Duling 那邊人都用傳統的方式在捕魚 嗯 跟我上次去的南寮有點像耶 那裡有人也是用很古老的方式在捕魚 嗯 那你之後有什麼打算 其實我下禮拜一就要再飛了 蛤 你要飛去哪 飛去哪 飛去哪 其實飛去哪一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知不知道自己歸零後 想要累積的東西是什麼 只要你夠勇敢 隨時都可以展開自己的壯油人生 對 什麼 沒有 Holy 明天 旁 感谢观看